众所周知,拜托了冰箱回归了,这一季的主持人还是老成员何炯和王嘉尔,只不过形式有些不同,纵观前两期节目,节目打破了多年形成的固有风格,将治愈温馨的节目变成了热闹的轰趴剂。 最新一期节目中,赵丽颖与吴磊解锁了新的技能,他们误料的时候,用颜料给土豆涂鸦,赵丽颖是指挥,两人很弹得来,有备赞有CP感。 近日,吴磊出席某节目,在采访时,他表示,拜托了冰箱节目,在尽量在保留原有优势的同时,不断推陈出新,自我迭代。 另外,每次在找节目可以放大的点时,后期都可以精准地击中网友的笑点和槽点,不过说起节目,让我眼前一亮的当属赵丽颖,做了妈妈的她,改变真的颇多,哈哈哈哈。 随后,吴磊透露,上次赵丽颖离开拜托了冰箱后,黄磊也是标类送别,对此大家也是好奇,现实生活中的赵丽颖是个什么样的人,而吴磊的评价是一语重地。 上综艺,最重要的就是能提起观众的兴趣点,腼腆一点没关系,要显得真诚,赵丽颖的感觉,更像是熟悉的陌生人,她与相处起来,慢慢她就放得开对此,大家纷纷表示,很重肯,当然,赵丽颖之所以会做客拜托了,冰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何炯,他们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,如今孩子和工作,才是赵丽颖现在的重心,也希望她越来越好,如果在未来能够遇到真爱, 相信大家也会祝福她。